今天朋友约我们到山里面玩一天 从我们家过来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的行程 这是我们的大部队 他们已经提前到了 小朋友一到这里就打成了一片 因为他们经常一起玩 朋友都是印尼的华人 就像我们在印尼的家人一样 刚来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照顾我们 院子里的花呀菜呀 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长大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多出来走一走 大家也跟着我的镜头了解一下真正的印尼 这颗像紫藤一样的爬藤花 我家里也有几颗 等过一段时间爬满我的白面墙 就应该很漂亮了 你现在特别流行这种网红餐厅 很多人周末都会来打卡拍照什么的 其实食物一般般 我们家老公到哪里 只要看到这道菜 他就会点 下面是炸鸡 然后放着番茄酱 番茄酱上面呢 是配的那个奶酪 然后配上薯条 我点了一个蘑菇汤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试一下吧 其实味道挺好 想尝尝吗 我还点了一份这种烤鸡串 这倒是挺大的两串 配上面包 看上去还行 小朋友们 点的意大利面 这个意大利面真的不太好 就是太甜太甜了 放了好多汤 你的pasta好吃 还是这个好吃呀 这是我们拍集体照的时间 每次都是要拍很多很多的照片 我们的有一个姐妹 特别会安排这方面的 最后再让小朋友们 一起玩一个游戏 好像用嘴巴 就是传那个柱子 把爱丽丝给急了 因为他们是比赛的 停 断 亥急 我之前雨季的时候 来过一次 特别漂亮 因为那个风景很好 现在汉季有点灰蒙蒙的 感觉会比较差一些 54 好看吗 嗯 当然 漂亮 好漂亮 这是一个人的家吗 对 对 很漂亮 这是谁家的房子 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这一路上看看风景还挺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